大家好 我是山哥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最近一个话题 因为好多人从中国最近从中国来美国 不管是来旅游也好 来玩也好 还是来公务 出差 办事情也好 还是说来美国 移民美国也好 都有一个事情 就是一件让他们感到费解的事情 让我们美国居民感觉到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可理解的事情 就是他们经常在这边消费的时候 用人民币换美金 用美金换人民币 比如我今天吃这顿饭 我花了多少人民币 对我们来说当地人赚美金的人来说 他用人民币来换算美金 你想你用人民币赚的人民币来换算美金 那肯定你是冤大头 那你肯定你是心里不爽的 你想人民币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水平是什么样的 全世界都很靠后的 对吧 他不可能跟发达国家 美国 日本 韩国 等等一些 瑞典 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相提并论 对吧 他总是用这个来换算 网上来讲的很多人都会觉得 你不能这么换 那你很累 对吧 你吃碗牛肉拉面 可能在美国 在洛杉矶 拉斯维加斯 在纽约 可能花十几块钱吃碗牛肉拉面 换算成人民币 可能七八十一碗 加小费还得一百块 美国还有小费文化 因为美国的工资 其实说实话不高 它主要是靠小费来维持生计 服务行业 大家都是靠小费来维持生计的 这是美国的一个特色 为什么美国的人均收入在全世界都很高 对吧 它发达国家 它就是有这个优势 美国人贵 你不能说命贵 你只能说人贵 人值钱 美国发达国家就这样子 欧美发达国家就这样子 人值钱 我不可能免费给你当劳动力 不是廉价劳动力 这是发达国家的一个宗旨 因为它都有工会 工会不是摆设 工会 美国的工会不是摆设 美国的民间组织很多的 消费者 什么工会等等 都是组织的 人家是有正经的执照的 人家保护这些人 你知道吗 你包括这些开司机的 开Uber 开车的司机 我这个州 我这个城市 我现在收入低了 达不到 就是我的最低工资 达不到我这个要求 你是 我们是可以抗议的 我们可以罢工的 你知道吗 这在世界 很多国家是很正常的那件事情 对吗 在有些国家是不可以的 是不行的 知道吗 所以这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中国大陆来的 中国大陆的人 来美国之后 经常换算 我有时游客 我的客人 我们的客人 有些还是不错 还是蛮有钱的 说实话 有些人付了一部分 还是很有钱的 他也经常来美国的 他知道 这个费用 是该花的 因为你在美国 你是赚美金的 花美金 对不对 有时候有人说 我们回国 在美国生活的华裔 华人 在美国赚美金 回国 回大陆 回中国 回台湾也好 回香港也好 回中国也好 哪哪 去亚洲 那都是 花起来真爽 那一个字就是真爽 对吧 你毕竟是赚美金 花人民币 当然你用人民币 来美国花美金 那肯定不够的 像很多朋友的 父母 退休金 如果在中国 一个月有七八千 一两万的退休金 那相当爽了 相当富豪 土豪 那不是一般人 你在美国 对不对 也就一两千 美金 那够干什么的 对吧 那够干什么的 虽然美国人的 退休金也不高了 但是相比 来讲那还是不错的 相对来说 那是很高了 但你如果在美国 现在上班打工 谁一个月 没有个四五千 对吧 谁一个月 没有四五千 美刀 收入 对不对 在美国待久的人 谁没有个四五千 你就在新来的 一个月都有 两三千美金 收入 你就毫不夸张 有人说 山哥你讲的 我不敢 我不敢苟同 我不敢认同 你骗我 你欺骗我 那你来一下 试试 你看看有没有 两三千美金 一个月 最次的 你懒 那就没办法了 你一样 偷鸡取狗 偷鸡取巧 对吧 这个叫 还有一话 怎么说来的 好高无远 什么都不想干 什么都不想做 就想混吃等死 就想坐在这 现在掉馅饼 发钱给我 政府给我钱 那就另说了 你但凡是 不怕苦 不怕累 能吃苦 有钱就赚 什么钱都赚 当然 昧着良心的钱 咱不能赚 我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是 可以赚到钱的工作 你不怕辛苦的工作 你就赚 那你绝对 在美国 是能赚到钱的 山哥 今天把话撂在这 放在这 因为最近 我的很多粉丝 我的微信 不是微信了 我的很多 油管的评论区 都在跟我讲 现在美国 能不能赚钱 美国还行不行 都想出国 等等等等 一些疑问 我今天在这个节目中 就回复给大伙 你只要不是傻子 不是残疾 你哪怕是残疾人 你来美国 你都有工作 你都能找到工作 你都能够赚到钱 因为美国 对年龄残疾 等等性别 是没有歧视的 你哪怕是个 不男不女的 变性的 你都能在美国 找到工作 美国很多 像沃尔玛了 超市了 餐馆了 很多人都是搭扮的 其实他本来是男人 但是他后来 变成女性了 哪怕说话 生意还是女性 那样的 他一样可以找到工作 这就是美国 你在别的国家 很多其他国家 哪怕穆斯林的 伊斯兰兰的 都是不允许的 在美国 是绝对可以的 还有残疾人 残疾人 手指的 可能 六指 多一个指的 或者少一个指的 或者残疾了 一拳一拐 你在 所有的美国的公司 只要他对这方面 没有要求的公司 他都可以 当然你要是做公关 可能不行了 对吧 也不需要这种公关的 这种公司 都可以 只要你能正常的说话 正常的工作 正常做事情 你都没有问题 喝喝水 还有最近很多人问我 我今天回答了一些问题 很多人问我 美国现在开车 比如说送外卖 送快递 开Uber 开计程车 专车 这种 现在还赚钱 怎么说 因人而异 因各个城市 地区 而异 不一样 你现在在拉斯维加斯 为例 因为我住在拉斯维加斯 我这个发言权 身边很多哥们 弟兄 朋友 都干这个 包括我以前也干这个 就是说 我所知道的 只要你不懒 只要你别 过分 你就能挣到钱 一天 普通的 最次了 也有200块 200美金 最次了 200多 你跑去游钱 能挣个200块 或者哪怕挣个180 200 一间也有 你要是辛勤劳动 会做 就是靠脑子 干任何东西 都得靠脑子 不是傻 不是傻不辣机 傻干 你得靠脑子 有点智慧 你不能那么瞎干 你瞎干 你肯定挣不到钱的 瞎忙活 对吧 你肯定不行 你要是正儿八经的 就是靠脑子 因为干任何行的东西 都得靠脑筋吃饭 你哪怕 其实最简单 就是开车 我以前开车 你讲我开车 我可以一个 一天能赚三四百 四五百五六百 都有 对吧 你比如带人家 去买个东西 去看个秀了 那都是有钱的 有money的 有回报的 不是白带他们去的 人家当地 是给你提成奖金的 还有小费 而且你要分时段 你开这个计程车 开Uber 你都有时段的 不是天天 一天开十几个小时 下盖 不是的 你得挑时间 几点出门 几点 你觉得这个时间 你天天摸出 摸出个门道出来 几点 这个时间赚钱 比如周末 是最赚钱的时候 还有很多的奖金的奖励 你当然是最晚 黄金十段出车了 赚钱了 你不能 没人的时候 你出去 对不对 那不傻吗 所以说 各行各行各行都一样 还有就是说 干这一行 干车 我指的就是干车这一行 开车这一行 工作 因为我经历过 你就得吃苦 你得不怕累 车里耗着 一天 你就是不停地开 不停地开 就跟开卡车一样 你只有车在路上跑 你才有钱赚 一个月才能有七八千收入 你在家里躺 一坐 一休息 那肯定没钱 所以在美国就是这样子 辛勤劳动 你所付出的 跟你所回报的 是成正比的 是同等的 知道吧 所以说 在美国就是这样子 所以不要 很多人就问我 在美国花美金 我们在美国 一个月赚个几千块 那我消费 那能一样吗 对吧 中国 那肯定是不一样 同样东西 肯定赚四五千人民币 这些赚四五千美金 那完全不等 不同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大实话 好吧 今天咱就聊到这 咱们下期见 它对 没有 好